大家好 今天是加息时间9月10号周四 欢迎来到FX168财经风云 本期所有的资讯内容见视频下方的简介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您的关注 点赞和评论 期待您的观点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符合鸽派预期 拉加德称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欧元猛涨 今天欧洲央行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保持现有购买资产规模 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主要再融资利率保持在零 存款机制利率为-0.5% 边际贷款利率为0.25% 并预计将继续维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 直至通胀前景稳固的充分接近 且低于2%的水平 在记者会上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对此解释说 最近的经济数据表明 欧元区经济强劲反弹 但活动水平远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 复苏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高度依赖于疫情的发展方式 以及遏制政策是否成功 因此 欧洲央行保持借贷成本不变 并继续推行其紧急抗疫购债计划 和量化宽松计划 以刺激欧元区经济 欧洲央行此次的立场 并无特别意外 相对于最近宣布政策重大转变的美联储 欧洲央行在近期内将按兵不动 投资者现在将注意力转向9月15到16号的美联储会议 由于近期欧元上涨将不利于欧元区出口商 且令本土进口产品价格下降 使得投资者担忧欧元区再度陷入通缩危机 对此拉加德表示没有必须对欧元涨势过度反应 央行不以汇率为目标 而是旨在稳定物价 不过这样的口头干预仍不足以撼动市场整体趋势 会议期间再次引发欧市大行情 欧元对美元票涨超过百点 一度冲破1.19的重要关口 美元大跌 黄金上破1940美元关口 而这样的趋势也继续延续到了美市盘中 现货黄金盘中触及9月2号以来 最高水平每盎司1966.39美元 现回落至每盎司1960美元下方交投 此外 今日美国公布的初请失业金数据 也加深了美元的跌势 最低跌到92.74 并引发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周四美国劳工部报告称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由88.1万攀升到了88.4万 持续领取失业金人数也从上周公布的1329.2万 亿万升到1338.5万 市场预期1292.5万 数据凸显出劳动力市场复苏的不平衡 许多企业正在招聘或召回工人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宣布裁员和小型企业援助资金枯竭 数以百万的人仍处于失业状态 还有很多人面临失业风险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科技股 美国科技股大起大落背后的推手 除了纳斯达克经还有他们 据英国媒体报道称 软银因近日在科技股暴跌之际 被披露买入与美股相关联的价值40亿美元的期权 民意价值约为300亿美元 尽管本周市值蒸发了100亿美元 但获得了纳斯达克经的称号 但研究表明 软银的购买竟是惊吓美国科技股繁荣与萧条的一小部分 零售交易者可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数据显示零售交易者在过去4周里 进行了近400亿美元的类似交易 Marco Risk Advisor首席执行官对金融时报表示 在驱动期权市场的力量方面 软银的贡献不如跟风市场走势的零售交易者 数据上没有巨型鲸鱼的痕迹 而是出现了许多小鲸鱼 它们加起来相当于一条大鲸鱼 尽管软银的300亿美元看涨期权 看似令人难以置信 但高盛表示 到2020年 美国股票的看涨期权持有量增加了三倍 达到每天超过3000亿美元 对冲基金的数据显示 与标普500指数前5名股票相关的 看涨期权交易量 在8月的最后一周 平均每天达到1250亿美元 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90亿美元 十首或更少的大量小额看涨交易 变得越来越流行 从期权到期日来看 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一到三个月的期权 散户投资者通常选择一周甚至一天的期权 后者近来数量激增 看涨期权数量的不断增长 到期日的不断减少 以及期权市场的特殊动态结合在一起 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解释最近美股尤其是科技股的暴动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盘中 科技股虽从暴跌中反弹 但市场情绪仍不安定 关键技术位迎来决斗 因周三从科技股暴跌中反弹后 美股周四盘中转跌 市场仍不安定 标普500指数跌到盘中低点 纳斯达克100指数则表现稍好 尽管5天以来已经第4天下跌 在过去5个月的反弹中 波动率继续困扰着美国金融市场 使美国股票价值增加了7万亿美元 但谨慎的理由也有很多 尽管没有单独的因素可以定下基调 然而有迹象表明 疫情继续拖累着全球经济 在美国 数据显示最近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裂痕 而欧洲又重新成为疫情的热点 另外美国国会在一项新的救济法案中相距甚远 经过几天的波动后 科技股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而脆弱的涨势受到威胁 昨天纳斯达克指数在11%的暴跌后 跌到了其50日移动均线 这是备受关注的技术水平 不过暂时守住了这里 帮助 纳斯达克反弹 更多个股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播出的 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和我们的官方网站 美国称将禁止一些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并撤销超签名中国公民签证 建制中国七所大学 9月9号周三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 重申了美国对中国不公正商业行为 和工业间谍行为的指控 包括试图窃取新冠病毒研究成果 滥用学生签证利用美国学术界 并表示 美国正在阻止某些与中国军事融合战略 有关联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以防止他们窃取 或以其他方式盗用敏感研究成果 随后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 根据一份5月29号的总统公告 美方已经撤销了1000多名中国公民的签证 以暂停被视为具有安全风险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从中国入境 据悉 此次签证限制主要是针对中国国防妻子 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 这是在5月29号特朗普宣布的一项公告下采取的签证行动 以回应中国出台的香港国安法 他表示截至2020年9月8号 美国国务院已经撤销了1000多名中国公民的签证 这些人被认定是受到10043号总统公告的影响 因此没有获得签证资格 不过该发言人表示不合格的高风险研究生和研究学者仅代表赴美学习和研究的中国人的一小部分 而合法的学生和学者将仍受到欢迎 路透社称一些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早前表示 他们周三收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或美国驻华领事馆发送的电子邮件通知 通知他们签证已被取消 近50名持有F1学术签证的学生 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 主修专业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 其中一些人曾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联系的大学就读 邮件显示如果他们想前往美国 他们将必须申请新的签证 印度外长发布与王毅等人的合影 但印度又对华祭出新动作 9月10号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称 莫斯科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于18时正式开幕 并贴出了与中国外长王毅等人的现场照片 苏杰生此前曾表示 在会议开幕仪式结束后 他将同王毅举行双边会晤 讨论边境问题 此前印度时报报道称 尽管俄罗斯否认自己会调解中印边境僵局 但上和组织可以为成员国之间建立互信 提供一个平台 为印度和中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奠定基础 俄罗斯将鼓励印度和中国利用一切机会和努力 进行对话以解决分歧 但是根据印度经济时报10号的报道 印度又对华寄出了新动作 印度内政部在有关发放商务签证的最新指南中 对中国公民实行了更严格的签证标准 这一规定将中国公民列入了和孟加拉国 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等优先转送类别国家的同等地位 在某些情况下 需向外籍人士地方登记局报告 除了商务签证 中国与伊朗 土耳其 沙特 苏丹和阿富汗等国一样 成为了印度点名的33个国家之一 这些国家的公民无法默认获得印度的五年多次入境旅游签证 且两次访问之间至少需间隔两个月 除此之外 路透社10号消息 印度两名政府消息人士与一名行业官员表示 该国计划加强对同和旅进口的审查 同时制定政策限制本国进口商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间的相关产品的运输 以保护国内生产商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